9月15日 Lisa参加风马修后 YG公司首次回应Lisa续约问题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知情人士透露 Lisa已经拒绝了公司提供的两份合约 由于Lisa参加风马修的原因 一直为发表意见的YG终于站出来 回应了关于Lisa合约的问题 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承认悲剧 但用正在商讨中作为回应 让人不禁怀疑是否真的接受了第一次合约悲剧的事实 然而大家普遍认为YG的回应有些牵强 因为他们合约之前就已经在商讨中 并且传出了多次续约的消息 因此有人猜测YG之所以说还在商讨中 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承认第一次合约悲剧 所以才进入第二轮的合约谈判 虽然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但据悉该合约价值高达500亿海元 这对于Lisa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然而也有人认为Lisa可能不会过多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她目前已经决定参加风马修 并且与奢侈品三公子是熟人 因此她的未来发展仍然是个未知数 如今YG回应Lisa拒绝签约 对子你怎么看呢